今天是2020年1月11日 早上7點40分 最近呢 因為生活太枯燥法文了 所以我決定拍很短的影片 記錄一下這些可怕的日子 然後現在是吃早餐時間 好 我現在吃完早餐了 我現在準備要出門就在8點29分 然後給大家看看現在外面的天空 現在太陽才剛出來 今天火燒雲 看起來天氣很好 但是搞不好 等一下下午就會變陰天 就是所謂的Dutch Weather 騎到學校了 然後我們今天讀書的地方 這裡 House 哇 在這邊到了晚上10點 OK Let's go 這就是今天的課表 然後我有個 這是我的午餐 然後可以讀書小夥伴 然後 這是POSE 就是長這樣 好 開始吧 現在是11點57分 我們現在要去吃午餐 我們要去一個地方叫做Aula的地方 他在圖書館對面 因為我們今天的午餐 非常的少 今天只帶了這個圖絲 現在外面體感感覺只有4度還是43度而已 沒有更低 加上這個風 學校的棋子 這邊 而且 還是一手 我們 空 飛 這麼高 就是一個圖chem 有存在的地方 其實有點不晚 我會覺得那樣子已經很多人來看了 但是我會覺得那樣子已經很多人來看了 就是很多大會議廳的地方 然後這個 這裡的建築是 水泥外觀沒有什麼特別的 喪氣 搞笑了 AULA的餐廳沒有蓋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做 我們要去吃 貴死人的 薯條嗎 對 印度薯條 好 那我們就回去吃 貴死人的印度薯條 NO 吃飯前決定先買杯咖啡 Coffee Star 你覺得超市物價差很多嗎 嗯 早上的大晴天變成 今天 我吹大風 Pinautomat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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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休息時間結束 吃完午餐 下午的時間 繼續念書 現在是晚上六點 現在外面天的夜色已經黑了 然後吃晚餐時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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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吃晚餐 我們繼續 運輸 OK 太落賽了 我剛剛 我一過完以後 發現 我忘記在餐具了 所以 我就趕 趕著洗腳踏車回到家 所以我現在回到家 我現在趕快吃晚餐 吃晚餐 OK 現在吃完飯 所以我們 要 黏最後一顆了 然後 看一下 今天的進度條 今天 最後一個 項目 要讀 然後今天就可以結束了 大概9點27分 我已經覺得好累 然後 該去洗個澡了 差不多今天就先這樣 可是洗完澡以後 還在念一些書 如果還有力氣的話 大概 考試前一週 大概就是長這樣 不停的念書 就 瘋狂的 看每一顆 然後覺得 時間根本就不夠用 因為 真的太多東西了 然後 今天 然後我才忘記帶餐具 本來想說 要帶 post到10點 但是 沒有餐具吃晚餐 所以我知道 就是回來 很短的小影片 差不多是這樣 以後 有空有機會 再拍下一集 好 那就這樣囉 拜拜